酒后情绪失控 不但酒驾上路还袭警 跨连警方巡逻时发现男子酒驾 将他带回征讯 男子要求解开手铐要抽烟 竟然出拳挥打远警 造成远警脖子还有右手臂红皱 而在桃园则是有毒品通气犯 去捡狂逃 一路闯红灯逆向 撞货车又撞警车 警方最后破窗歹人 撞车撞车撞车 国道上黑色轿车去捡狂逃 不但撞货车 还冲撞警车 下来 跑 跑 嫌犯从车上爬出来 远警掏枪鹤令趴下 担心他又有危险举动 大家手高先生 手高先生 你不要动 一旁同伙还想靠过去 立刻遭远警制止 15号凌晨警方在桃园龙寿街 与中山路口 发现轿车违规 示意停车受检 但没想到对方没停下 反而加速逃离 一路闯红灯逆向行驶 直到大溪交流道 才撞车停下 远警立刻破窗歹人 车内二人皆为毒品通缉犯 并一举查获犯嫌持有 海洛因 氛贝他命粉毒品 花莲只有男子酒驾招逮 上靠后还笑想抽烟 我刚以为你要让我抽烟 你菜路可以不要擦吗 远警上前制止 但双方火气越来越大 你在想什么啊 我们要想什么啊 你干什么啊 我们要想什么啊 你干什么啊 嫌犯突然出拳攻击远警 场面混乱 其他人立即上前压制 14号清晨 花莲吉安警方巡逻时 发现骑士没开大灯 也没戴安全帽 对他实施酒册 数值高达0.56 依法将他带回 男子却情绪失控 攻击远警 造成远警的左侧脖子 以及右前背 有红肿及擦伤 酒后失控袭警 清醒后得要好好面对 接着综合报道